在这个位置,就是那个第一公期的位置 清流部落灌溉水准多次损坏 经常影响农民用水 居民一直期待完善的水准建设 多次反应 在县府积极争取下 获得原民会补助1932万 将可提供部落居民日常及灌溉用水 经过努力跟原民会来争取经费 给我们这个水准补助的1900万 要让我们来修复,把它修复完成 让我们清流部落这边 这个农田灌溉不会缺水 那么我们的水稻 还有这个蔬菜 将来要种植的时候 不会因为缺水 没有办法来种植 所以现在这个我们马上 又来花苞施工 希望赶快地来把它做好 清流部落已生产川中民而闻名 灌溉仰赖清流水准 但一号水准在树堤勒台风后 水路准沟受损严重 水准的附件 让部落总共50公顷的川中稻米 不用再担心水准断水而无法灌溉 从以前开始,从我们祖先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是自己挖了 挖那个水准,把那个水派出来 相当辛苦 那水准弄好了以后 对我们那个光怪 灌水,排水 相当的便利 因为我们从3月份开始就一直积极地去找那个经费 但是因为光怪用水部分是那个农田水利会的主管机关 所以他说全省的部分后灌区外只有600万的经费 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依注那么多经费在我们这里 除了听取简报并与民众座谈 林县长在廖文贤议员陪同下 也前往目前正在施工中的农水录会刊 在积极证据下 共计有2800多万元 投注在清流部落相关设施 包括水泉及水源头附件 农水录改善等 廖议员感谢林县长关心于中市原乡基础建设 除了这个1号水减的1900多万 相关的这个 我们的检疫自来水设施 农水录等等的这个 整个争取的经费 达到2800多万 所以受到当地居民的肯定与欢迎 我想在这里特别感谢林县长 向中央争取那么多的经费 县长林明珍表示 清流部落式赛德克主重要的历史文化重镇 县府特别重视其观光潜质 除了改善道路及水泉外 未来也将着手规划余生纪念馆等 观光资源的整合与开发 民意新闻头议论 任爱乡采访报道 高兴 超多的宣游码